我现在是在摩洛哥的海边 这个城市叫做City Evening 我已经在这边待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为了就是可以把之前欠下的视频赶上进度 所以这里也是我的办公室 是在一个室外的办公室 我的面前就是大海 对面就是美国 今天是礼拜天 很多摩洛哥人也来海边晒太阳 反正就是一个特别悠闲 特别慢的一个小城市 那现在我们开始剪片子 如果你们也喜欢剪片子的话 从伐满的丹吉尔 来到阿兹罗附近僻静的森林 因为难得找到这样没人打扰的露营地 所以就多待了一天之后继续上路 离开的时候因为路面还有一些积雪 也有一些结冰 所以必须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去年在爱尔兰的时候 就是因为路面结冰而发生过一些一次 两次交通事故 这一带据说是摩洛哥的小瑞士 的确这边的风景确实跟瑞士还挺像的 在这边露营了两天 因为风景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就多待了两天 今天应该会到摩洛哥的南部 就是在经过阿兹罗附近沙漠之后 就慢慢到摩洛哥靠近阿尔吉利亚一带的沙漠地区 从那边再回到玛瑞士 然后马尔克之后就可以往南部的西沙哈拉走 走光道还挺急的 海拔继续上升 现在开始进入阿特拉斯山脉 现在进了山之后感觉又没有之前那么热 海拔现在看看上升到了多少 现在海拔又回到了一千多米了 前两天露营的地方的海拔是一千八百米 今天早上的温度是零下二度 海拔不断地在算一算 越往前走 自然环境的颜色已经从绿色变成了黄色 温度的公路只有我和Jane 甚至我们可以拼排开很久 而没有一辆反向过来的车 现在在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了 阿特拉斯山脉 这边的地形地方完全跟之前的不一样 在图中不仅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 文化的多样性也非常明显 与摩洛哥北部受西班牙和法国文化的影响不同 在这里时不时经过许多没有任何殖民色彩的波波尔村庄 感觉就像穿越了一样 随着进入阿特拉斯山脉深处 路况也开始变得更为复杂 我们在平基的山上 找了家伯伯尔人开的旅馆过夜 两个人八十人一币包晚饭和早饭 אט 感觉 有点 你不見? 鯉 鯉 鯉 正好 你是如何睡最后的夜 job? 好吧 太冷了 鯉他把所有的帘子 heroin 我的帘子还要睡在伏羽 你先知道它的帘子 你又来了 你不想做的事 二手和二枕 好了 我们继续回到路上 和之前的摩洛哥小类是阿斯罗相比 这里就像当年穿越中亚时走的帕米尔高原一样平静 甚至连颜色都是一样的 我找猪人 找猪 看来有个小孩 骑了个小毛驴 不过这段一百公里不到的路段 半天就过去了 之后随着海拔的下降 沿着峡谷 穿越出阿特纳斯沙漫 今天的目的地 是一定要到低海拔的地区 现在还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到哪里 老实话 之前还是有点担心 今天能不能到达这个 Tinger这个城市 但是现在看来Tinger就已经在 在眼前了 而且是在日落之前 所以 今天的目的地 基本上是达到了 穿越出阿特纳斯沙漫之后 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前往沙哈拉沙漠 所以请关注下一期的朋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